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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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都很久沒見過老孫了 老孫可以回老家逛逛 看他開心 疑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 diplomas 左小匝 快点 走 快点 走 快点 走 快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嗎? 我 CAPMINIF YOU 這是orian offerings, 是吧? 弟兄, 你怎麼樣? 沒事 走吧 這次真是打擾了你, 白堂主 那算甚麼? 三爺來我們山莊站住 是我們榮幸就真 我還可以趁機向他 請教一下兵法和武藝 地下城眾多昏陀之中 白堂主的迎風山莊最安全 大哥在這裡休養 我們都放心了 李兄弟、李夫人 你們是不是約了 孫道士回合呢? 沒錯, 我們明天就會出發 至於照顧三哥的事 就交給你的堂主 兩位請放心 三爺在這裡 一定可以安心靜讓 何況還有李姑娘照顧他 李物這個人真是奸險 居然抓住我來要脅你們 她真是死有預辜 他誤會了你是我紅顏知己 所以這麼做 可是你始終救了我 當然了, 如果你有甚麼事 怎麼跟你二哥交代 其實呢, 那誰是你心愛的女人 對了, 你出來游山換水這麼久 也很應該回太原 你又想把我放下, 我不管 你一天沒收我為徒 我一天都不會走了 你收到我為徒之後 我更加不走 好, 最多這樣 我親自送你回太原 你有事跟二哥相亂 不過你相亂還好 先休息幾天… 多休息幾天 有你們和老孫, 我就放心了 大哥, 我和阿靖明天就出發了 你們放心出發吧 有我照顧裘大哥 那就有六里姑娘來了 不用客氣 是 感謝列祖列宗 保佑子孫李敏, 度過此劫 子孫日後定必完成大業 奪如江山 令李家透氣揚眉, 名流青史 主公, 幸好你得人天賞 是呀, 主公, 我們也不太擔心 收到主公的密閒之後 才知道主公的常在陽間 我們也不太高興 這次我大難不死, 證明我氣數未盡 當日我跌到山崖的時候 那些河水又急又浮 我跟自己說 天不會這麼容易讓我死的 把命這麼進入, 終於讓我游上了 天朝降大任於私人, 你先勞其根佛 我成大事之日, 不願意 主公, 其實當日我們想下山崖救你 但是你正在處處相逼 加上我們又受了傷, 還快點走不掉 是呀, 主公 偶然說屢次壞我大事 終有一天, 我要他跪在我面前 苦守清神 主公, 為甚麼我們要怎麼做呢 風塵三入一定要脫 不過現在還沒時間 我們首先要建立自己的勢力 先父身族曾經有因於朝中一位眾神 雖然他已經告老歸 但是深受皇上重信 應該可以幫到我們 他就是忠信和劉平 原來你就是李將軍的公子 你氣而軒昂, 一表人才 果然是苦苦無怨子, 帳末之後 將來一定成就非凡 謝謝劉伯伯的讚賞 說起來, 你爹不僅是我自己 還是我的大恩人 當年在沙場之上 要不是只有他奮身相救 我早就被亂箭射死了 想起來, 如在作人 真想不到現在他兒子已經長大成人了 我真是想不靈朗也不行了 劉伯伯, 你藏如松柏 要怎麼這麼快就去迎路 細澤, 你這次到訪 不是為了稱得劉伯伯這麼簡單 劉伯伯果然目光如矩 小側這次來是想借貴府暫住幾天 好呀...難得細澤你這麼有雅興 真是蓬不三輝, 歡迎之至 只要可惜我將有緣行 只能夠入管家招呼各位 是, 如有待萬之處, 萬望見 劉伯伯, 你太客氣了 我應該多謝你就真 劉伯伯, 你隔一甲歸田也很多年了吧 隔一甲歸田也有四年了 難怪你對外面的情況不太清楚了 是呀, 想說在官場運職多年 退任之後就決定不涉潮席 從此種花養魚, 自得其樂了 劉伯伯, 實不相瞞 小側是朝廷的陰伐 我被奸人所害 我貴為蒲山公, 忠於皇上 本來與世無爭 可是為了我維會一個合事 得罪了楊素 楊素他趕盡殺絕 一把火把我天文山莊燒了 還要妄嫁我陰犯的罪名 我迫於無奈, 就要投救雅江債 但是觀察不相容 最終我都被逐出債 是呀, 我這次就是走投無路 所以我要來投教劉伯伯 劉伯伯, 如果你怕我連累你的 只要你開聲的話 我可以馬上離開這裡 難得你親口誠意 老爺, 你是陰犯 那就證明你的確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 恩人的義子, 遭人陷害 我決定能夠袖手破官 好了, 你就在這兒安居下去了 謝謝劉伯伯 你想我維官的時候 楊素他已經此世橫行 想不到現在還變叛加厲, 權傾朝爺 真是難怪 劉伯伯, 我看你憂心重重 是不是小子的事令你很擔心 非呀 世臣, 我們還是先進書房再說 皇上秘密召見你? 其實我早已經過路歸田了 誰知道突然奉到皇上的口語 他要我去慶雲子會面 還說目前奸神當道 希望我服出暗中輔助, 重整朝綱 皇上照你慶雲子會面 分明是想避人耳目 看來楊素現在在宮中的勢力 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楊素這個奸神, 他把持朝政 本來皇上早就要對付他 只不過他守則兵權 皇上才不敢輕舉妄動 劉伯伯, 你說遠行在職 是不是已經決定了重入官場 為皇上效命呢 我當然希望能夠盡力協助皇上對付楊素 只不過我年事已高疏於朝政 恐怕都力不從心了 劉伯伯已經持官多年 皇上仍然召見你 證明皇上現在身邊已經無一心腹 全部都是楊素的爪牙 看來皇上現在腹背受敵, 身陷險境 是很需要現神幫助的 劉伯伯, 你還是不要推遲了 我當然希望能夠報答皇上的龍印 只不過我的確是有心無力 事上楊素的陰險狡詐 單憑我的致謀和魄力 根本沒辦法跟他對抗 可惜現在朝中又沒有適合的人選 劉伯伯, 我有辦法 不過要你成全我才行 皇上安心靜約, 老衲告退 大師, 請 是, 皇上 你們也出去了 是, 皇上 是, 皇上 被神召見皇上 是誰 是忠信後劉平的皇上 進來 是, 皇上 是, 皇上 微臣召見皇上 願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 平身 謝皇上 忠信後 朕這次傳召你來 是希望你能夠輔助本皇 聯手對付楊素 楊素這個奸臣 無法無天 完全不把朕放在眼內 他一天仍然得勢 朝政就一天一天腐敗下去 朕非除楊素不可 楊素作惡多端, 擾亂朝綱 是人人得而諸致 不過微臣年紀老邁 退人多時, 恐怕難當中飲 請恕老臣大膽忽異皇上意旨 不過老臣的確是年事已高 並非適當人選 而老臣有另外一個人才 如意推薦給皇上 他就在門外等候 他是甚麼人? 他是名將皇族之後 具有洪才偉略 而且對皇上忠心一片 故此突地舉展 皇上, 他是一個難得的人才 尤其是現在用人之際 微臣認為... 好, 既然忠信後這麼說 就叫他進來吧 臣遵旨 禮物, 你的陰犯 在下禮物是救皇上而來的 如果皇上是不相信的 但可以叫人抓在下 不過這樣做是會打草驚蛇 讓楊素知道 皇上是借參神為名 而另有目的的話恐怕... 沒錯, 這件事萬萬不能張揚出去 皇上, 你兄弟雖然身為陰犯 不過他是受楊素所害 而且他對皇上忠心一片 要不然 微臣也不敢向皇上舉戰 忠信後, 朕就相信你一致 事情到底是怎麼樣的 你從實招來 遵旨, 在下本來是蒲山宮 深受朝廷恩惠 又是安分守己, 忠於大權 後來遇到裘艷下 當時他身受重傷 裘助於在下 在下豈能見死不救 況且在下佩服他恨合張焉 勇於對抗楊素 在下就救了他回到三莊 誰知道就因為這樣 而和楊素結怨 裘艷客是為英雄豪傑朕固然知道 但是楊素指斥你加入雅江寨 逃亡不軌, 你又怎麼解釋 在下的確是加入了雅江寨 但是並沒有作戀之心 當時楊素為了把在下趕盡殺絕 派人追殺在下 並且燒毀了在下的山莊 在下走投無路 才向雅江寨賺備 但是兵尋不相容 雅江寨始終不是在下容身之所 在下才投靠了忠信侯 皇上, 這是是非得已 你兄弟的情有可原 你捨身夠求嚴嚇一事 朕也略有所謂 既然如此, 你身為陰犯一事 就不再追究了 平身 謝皇上 據忠信侯所說 你願意輔助朕對付楊素 你為甚麼要這麼做 皇上, 理由有三 第一, 江山是先帝跟先祖聯手打回來 各世輕盛, 百姓風衣足盛 在下也予有榮言 相反, 如果民怨再度 百姓受苦, 在下也很痛心 既然可以剷除楊素 而挽救蒼生的話 在下當然義無反顧了 第二, 在下想帶罪立功 洗脫陰犯的罪名 在下不想我們離家從此夢上 伴君的名聲 第三, 在下對楊素恨之入骨 在下當然願意獻祭給皇上 剷除這個魔頭 有道理 那現在的形勢 你認為朕應該怎麼做呢 楊素掌握兵權 現在最佳的對策 就是急召李渊入京勤王 忠官滿朝文武 李渊貴為皇親國跡, 智慧可靠 況且現在他備貶太遠 反而得到優養身色的機會 李家軍養精蓄銳, 實力相當 應該足以牽制楊素的兵力 李物你才師個人 分析得頭頭是道, 果然是一位人才 忠信後, 你果然沒有推薦錯人 謝謝皇上讚賞 李物, 朕就封你為特使 以後負責向朕進言, 獻計參與謀略 只不過宮中耳目眾多 你的身份很容易會敗路 而朕又不能夠經常出宮 皇上, 在下有個辦法 未有皇上入宮的時候 在途中會遇見一個女子 那個女子是在下預先安排的 皇上你就假稱喜歡她, 立她為妃 在宮中就另辟一座丸子, 名為行宮 實質是我們商量大事的地方 這樣就不會惹人猜疑了 果然是一個好計謀 朕就以你的說話去做 另外, 朕也很想你親父太原一趟 向李渊傳遞口語 命他黑日出發, 秘密帶兵回京, 觸陽送 遵旨, 不過李渊未必會相信在下 不知皇上可有信物 你拿這塊玉沛去 只要李渊見到這塊玉沛 他就會知道你是朕派去的人 微臣一定不負皇上所託 如果這次能夠順利剷除陽素 朕必定重重有賞 不但公開卸免你的罪名 並且會加大你的封地替你重建山莊 謝皇上 二哥真厲害 射五支箭, 五支中了洪心 你也不錯 我中了三支, 三哥中了兩支 不知道大哥怎麼樣 見成, 你看你 射五支箭, 莫說中了洪心 只是一支射中靶 你平時有沒有練功夫 爹, 我一時失手 是呀, 爹, 昨晚大哥夜讀兵書 所以今天不夠精神 是呀, 爹 夜讀兵書 你不用跟你大哥說好話 他昨晚去喝酒 喝到半天三更醉紛紛才回來 世民他五支都中洪心 他昨晚還跟我研究兵法 又不見他失手 好 爹, 我也是僥幸五支中洪心 二哥, 你太謙了 你武功也好, 夜晚又鑽然孫子兵法 說起來, 四弟真的比不上你 只得一把蠻力 大丈夫創大業, 必然要有民饕武量 世民你做得很對 而且你的功夫精進了很多 袁吉和袁霸都不錯 建成, 你身為大哥 我對你的期望是最大的 你應該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做個榜樣給兄弟看看 他們有當我是大哥嗎 你說甚麼 我以為你現在上下只認識李世民一個 我一個做大哥的一點地位都沒有 現在不是兄弟不當你是大哥 你自問一下 你的所索所為到底像不像一個大哥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你總是尋寬作樂, 醉生夢死 你以為這樣做會有出色嗎 爹, 大哥有分寸的 是呀, 大哥在偶爾消遣 你不需要幫我說好話 他根本是針對我 你喝酒作樂多麼等閒 你根本看我不氣, 偏袒世民 認為只有他才能創機立業 文章, 你現在喝酒喝到頭昏老丈了 到現在還說過這些話 我已經罰你閉門練功一個月 不准離開府門半步 要你不好再練一個月 直至有成績為止 爹, 大哥沒有心衝撞你的 是我跟他有點誤會 世民, 你不用再說 我只是不想他再荒頭下去 爹 是, 假仁假義 我本來想你們兄弟相親相愛 想不到他對你成績那麼深 大哥也是一時之氣的 啟稟堂哥哥, 你不求見 你不個身為陰犯, 膽敢登門求見 一定是事有桥桂 所以我想你跟我一起去 看看他是故弄甚麼聯絮 你不是曾經說過 裘艷客要我們提防這個人嗎 三哥在信裡提過 李密這個人公於心計 而且有篡為之心 當初入雅江寨 目的是想奪債自衛 助他稱帝反隨 不然三哥從中阻止 恐怕已經奸計得逞 成王成帝賴天命 李密竟如私自大 簡直是膽大包天 他似著祖先建國有功 不甘心去葡山宮 一心挑起箭端 奪回他認為屬於自己的江山 妄顧生命, 簡直是令人發指 世民, 難道他這次來 想我們跟他在皇上面前求情 射免他的嘴 我怕他這次來是另有目的 在下禮物叩見唐國公、二公子 免禮 請問李公子今天來有何指教呢 在下看, 要單獨跟唐國公、二公子 講才比較適合 你們退行 是 李兄, 有話不妨直言 奉當今皇上的指令來傳達口譽 當今皇上, 你有何憑證 這塊玉背是當年皇后 即是唐國公舊母當年送給皇上的 我相信唐國公你會認得出來的 這塊玉背的確是皇上的 不知道李公子今天來要傳甚麼口譽呢 皇上命令唐國公, 適領大軍 刻入返京, 事關機密, 不得外洩 那你公子, 皇上急急召我們返京 是不是京師發生甚麼事 這陣在下都不知道 在下只不過以皇上的口譽來傳達 起兵之事非同小可 所謂出師有為 皇上真的沒有提過要起兵的原因 事關機密, 皇上並沒有提過 李兄, 請恕在下無禮說 聽聞李兄已經成為陰犯 又怎會突然變為皇上身邊的密事 陰犯之事全屬無告 既然皇上已經查得在下清白的 當然會赦免我的罪 住於密事 在下一向對皇上忠心謹謹, 鞠躬盡碎 這次承認皇上恩怨, 毀以重任 李兄一心為大罪效忠 真是國家自服 二公子太誇獎了 口譽既存 在下都要回去向皇上匯報 告辭 請... 世文, 你對這件事有甚麼看法 我覺得李密這個人不是那麼簡單 這件事一定要從長計議 不能出兵, 這根本就是一個勸套 李密為人陰險奸詐 我們很容易全軍覆沒的 秘密帶兵入京, 如果被人發現了 我們明不正言不順 恐怕被人誤會作亂 皇上這次接我們入京 一定是事態嚴重 出兵之事, 我們不能洩露半點風聲出去 你知道這次真是皇上的口語嗎 他親口跟你說嗎 李密為人公於心計, 心懷不軌 是, 如果我們貿易帶兵上京 那就真的中了一個圈套 可是這塊玉霈的確是真的 不錯, 舅母當年送了一塊玉霈給我 另一塊送了給皇上 我已經檢查過 這塊玉霈的確是屬於皇上的 不過李密身份可疑 他的口語可不可信呢 爹, 李密早有篡位之心 他又如何甘心做皇上的特使 至於這塊玉霈, 我說要用不可告人的手段偷回來 我們幾經艱辛, 先和他重重栽劍 如果再興兵作戰, 恐怕戰禍經典 招致很多無謂的死傷 二哥, 那我們要派人去查清楚 沒時間 皇上命令我們明天就要出發 李密雖然居心可測 如果我們違抗聖子, 就等於欺君犯上 況且我們根本沒辦法查出這次問皇上的口語 萬一皇上有危難, 而我們又拖延出兵 就會赴上拯救不力之罪 現在盡退兩眼 不需要再說 有甚麼罪名的就是我有力承擔 爹, 我堅決反對出兵 我已經考慮過 這次出不出兵 都要承受欺君滅族的風險 聖子一定要執行 如果真是節外生枝, 我們再作打算 那我們就一於出兵 世民也說得很有道理 如果我們違抗聖子, 就難辭其咎 不過就算是李密的詭計 我們尚可向皇上品名解釋 那就是同意出兵 大哥, 你是不是怕死 怕死就不如留在堂皇府 讓我們三兄弟出兵 平時我勤練武功, 養兵千日 這次終於有機會讓我一展身手 混帳 我怕死 就是怕有些人恐有一身蠻力 有勇無謀 不, 連李勇也不知道 不要讓我們學會, 他們現在再去, 他們也要去 先說得過去, 就這裡說得過去 那 dont露啊 讓我們往下吃 我們想跟我們說很중에 我改天爬 你也沒甚麼人 powers了 我改天爬 你來賭錢 我改天爬 從來就沒有我們 上天爬 你再去 那個九皇帝已經信了我 奪取江山, 指日可待 主公就是洪福齊天, 逢凶化吉 是, 我就說我這個主公 知謀過人, 運籌為一 萬萬所有人 都在我們主公的掌握之中 說得好, 無論楊素, 李冤 或者那個九皇帝 他們都要入我圈套裡 他們每一步都是我意料之內 主公, 那我就不明白了 為甚麼你要李家出兵 若果他們護駕有功 雖然可以幫我們剷除楊素 可是朝廷的勢力鞏固了 就更難以對付 我不單要剷除楊素 甚至李冤都要同一命運 中官當今朝廷 就只有他們有能力跟我爭天下 我就要他們兩虎相鬥 到時候兩敗俱傷 我就可以助享越人之利了 所以主公, 你就叫李家帶兵上京 跟楊素打個李死惡活 沒錯 主公, 敢不就通知楊素 讓他有所準備 免得到時候被李家一擊直破 不過你跟了我這麼多年 主公過獎, 這件事稍後給傻客去辦 我看我們應該改口叫主公 做皇上了 微臣府臣參見皇上 好... 今天皇上只有你們兩個 叫我做皇上 可是中央人, 天下的人 都要跪在我面前 大聲叫我一聲皇上 好... 怎麼樣?皇帝去慶雲子囚臣 回來了嗎? 已經回來了, 沒甚麼特別事情發生 不過在回京途中 他看中了一名文女 已經立為非潛 還特意興建了一座 別院給他住 名為東亂閣 這陣子皇上每天留年 在東亂閣落不思熟 至古皇帝有誰不好識 有三公六院還要黏花野草 那仇臣拜佛有甚麼用 現在朝廷已經受我控制了 他只不過是個快樂的皇帝 爹, 太原方面很久沒有消息 我們要不要派人去看看 不必 李冤方面我顧忌的 只有李世民一個 但是現在他的兄弟不和 難成大事 不用擔心 好 很多月 反正陣子但我 precisamente 放了一座 這是非常混在嗎? 至少你以前不能想說 最要上有力的皇帝 我們就是最主義的皇帝 他們有信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立即派人, 再探君臣 是 爹, 我們暫時駐兵城外 讓我先行入宮向皇上匯報情況 得到確實指令 你們再帶兵入城 這也是一個辦法 就算這次真是禮物的奸計 我們尚可向皇上解釋 爹, 如今我到達京師 又不可以帶兵入城 透透望望望, 還有人懷疑 此乃君臣, 憲成你不能輕舉妄動 一定要靜觀其變 查清楚才可以發兵 大哥, 我們駐兵城外 津土仍可以自主 等我向皇上問過明白 立即會通知你們 二哥, 我們是不是一直在等 不錯, 沒有我指令 不能動一兵一出 這就是軍令, 你們一定要遵守 千萬不要去陡禍行事, 知道嗎 是 二哥, 那你放心去 我們等你消息 爹, 明祖國就有宮進見皇上 世民, 萬事一定要小心 主公, 現在李冤駐兵城外 他一日圓日城 楊素都內舉不下 很難造成他們兩兵交戰 自將殘殺 李冤接到口語 他應該帶兵長驅直入 為甚麼只在城外駐守呢 這次李家軍的統帥是李世民 李世民的才智個人 心謀遠慮 他知道出師無名的話 就很容易有藉口被人家之以罪 所以他一定會駐兵城外 而靜觀其變 那現在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他們一定要兵容相見 自相殘殺 我們的計劃才可以成功 山人自有妙計 現在是時候走第二步棋了 我會親自去匯一匯陽素的 主公, 楊素為人奸詐 他派人追殺主公 又消到天文山莊 主公這次貿貿然上門求見 可能我被他所及 對你有所不利 我有辦法令他相信我 只不過是一個窮途沒路的樂婆皇孫 只要他覺得我不是為報仇而來的話 一定會減少戒備之心 到時候我就有辦法 挑撥他和李冤了 但是主公你的身份依然是陰犯我 雖然皇上已經赦免了 主公你的罪名 不過你又不能公開表白 這樣上門是很危險的 放心吧, 楊素不會加害於我的 上次我為他通風報信 我有利於他 他怎麼會這麼輕易放棄 這隻有用的棋子 不論怎麼樣 我都要他兩虎相鬥, 兩敗俱傷 李冤按兵不動 一點同情都沒有 沒錯, 他一直駐守城外 毫無起兵的跡象 爹, 李冤帶這麼多兵馬駐守城外 分明是對爹不敬的 不如我們置於一個 以圖謀反的罪名殺一警罰 以振爹的聲威 這件事看來不是這麼簡單 李英居然帶齊兵馬進京 一定有企圖 在這件事未清楚之前 不可以妄動 豈有此理 李英的魯魄夫究竟搞甚麼 是 師兄大人 有一位自稱李蜜的客人求見 李蜜 爹, 怕他有甚麼音樂 就算他三頭六鼻 在玉王府他搞甚麼樣子 好, 傳他進來 是 爹, 李冤帶兵駐守城外 是他向我們告密 而這次李冤按兵不動 他就即時登門 究竟他想怎麼樣 參見師兄大人, 楊將軍 李蜜, 你也算膽大包天 天文山莊是我一手燒的 而你淪迴陰法 也是我一手造成的 你居然非刀流簡 還敢親自來到這一黨 我來的就不會怕 正所謂適時募者為俊傑 難道我這個末路王孫 還可以跟蕭空大人來鬥嗎 我今宇臣服大人 就希望大人 你可以幫我重振加聲 況且上一次非刀流簡 我也幫了你不少 李蜜, 你廢話少說 到底你想怎麼樣 我這次來是為了救兩位大人 你說甚麼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李冤已經兵臨城外 只要他一聲令下 大軍就會入城殺入月王府 不過很可惜 師兄大人你知道 李冤是要對付你的 而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沒辦法先發制人 李文 就算真正兩陣交鋒 我月王府的兵馬會輸嗎 沒錯, 誰勝誰負 未知之數 不過如果讓對方佔著先機的話 那月王府的聲譽 難免受損 而且損失必然慘重 師兄大人 可能連你的性命都不保 李蜜, 你廢話少說了 你不如就說出 你這次來真正的目的吧 師兄大人聲明顯赫 萬眾歸心 正所謂良琴雜目而妻 但是如果我這次可以 幫到師兄大人的話 我相信我一定會得到 我應得的回報 李蜜, 你被我們追溯 已經心心不分了 還加入雅江寨 和朝廷作對 還串謀對付我們 你會以德報怨 來向我們獻祭嗎 加入雅江寨 我也是迫不得已的 我身為王宣貴界 那些山野道賊 我根本不適以他們為伍 做大事不忌前嫌 我知道以我現在的形勢要建立我的功績 就唯有投靠師兄大人 好, 李蜜 我姑且信你一次 有何良策, 儘管說出來 大人, 你既然已經冰臨城外 他必有所逃 只要我們略家計謀挑釁 他一定沉不住氣, 作出反抗 那到時候大人 你就出師有名 你一個後著先發吧 大人, 如果你還是不相信我的話 我大可以留在府上作人質 等你的好消息 好, 你就詳細一點 把這個計劃說出來 爹, 楊元敢打兵將我們重重為主 我看來者不善 大家提高警覺 爹, 現在怎麼辦 他們隨時要攻進來 我們可以怎麼樣 阿翔, 人家早上去準備 我就在意待兵, 坐牢打 爹, 別想太多了 就袁媽出去 把他們殺個片甲不留 袁媽 溫靈如山的世民 已經說過我保證的命令 不能動一兵一進 看你們忍得多久 李家關是縮頭烏龜 李家關是縮頭烏龜 大兵入京是要謀朝山會 大兵入京是要謀朝山會 李家關是縮頭烏龜 爹, 我們李家關不能再受侮辱了 我已經說過沒有軍令 不能輕舉妄動 爹, 但是現在形勢危急 二哥根本沒想到有人 去百分領用我們 但是在楊元敢沒有動靜之前 我們也要忍著 李家關是賀良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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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關本 豈有此理 事可殺不可容 我 bright一定要跑去平安 王八… 陳賀良關 大兵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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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沿途教我梦中寄起 用一生去追 此生自無俱